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买了一个LV包包 男朋友要找我退婚 陈嫣 几万块钱 就为了买你的虚荣心 你妈要洗多少个盘子 你爸要收多少辆车的停车费 你爸要收多少辆车的停车费 才能挣这几万块 我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他骂完 见我不说话 扔下一句 这个婚别结了 然后摔门而去 我后悔了 他说得对 我爸爸妈妈工资不高 这一万多块钱 够他们半年的生活费了 我呆坐在客厅 望着晃动的门 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一时 鬼迷心窍了 我今年二十七岁 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月工资八千块 无闲两金 加上年终奖 一年到手十五万 去年年底 家里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他叫杨川 做软件的 为人成熟稳重 适合结婚 双方老人见了两次 我们就敲定了婚事 结婚就得买房 我想买郊区一万多亿平方米的房子 他非说金融成五万多亿平方米的 更具有投资价值 为了和他凑首付 我一直省吃减节用 在这之前 我一直对奢侈品没概念 连品牌都不知道 直到某天 我背了一个一百多的包 去见客户 你这个LV是今年的限量款 我都抢不到 你在哪买的 啊 淘宝 我被问得有点懵 淘宝 他笑容有些僵硬 但没有当场让我难堪 我去洗手间 蹲在厕所拿出手机茶 发现真的LV这款包要三万多 救命 出来谈业务 怎么好意思被假货呀 是啊 我刚才差点笑场 门外的讨论声 简直让我面红耳赤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敢开门出来 整个手心都是汗 后来 我偶然跟杨川提起 想买一个LV包包 你知道有多贵吗 一个包 还不如多买一平方米的房子 别想了 我思考了很久 去店里逛了几十次 都无法下手 最后存了两个月工资 咬咬牙 在生日当天 给自己买了一个入门级的包 很小 一万两千五百块 只够放下一个iPhone 13 想到这 手机突然响了 是我妈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回来一趟 短短一句话 让我从头麻到脚 我开车 匆匆回到父母住的老小区 一回家 就看到我爸 我妈 他爸 他妈 还有他 两家人 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对我的审判 为什么买那么贵的包 我妈一脸恨铁不成钢 亲家 要我说 这奄奄就是出去跑业务新玩花了 几万的包都敢买了 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们家可养不起 阿姨 她今天敢不和我商量 买个几万的包 以后结了婚 就敢拿几十万出去挥霍不告诉我 大家一人一句 我站在那里 捏着衣脚 心如死灰 我只是买个包 不是杀了人 为什么要闹到父母面前 让我难堪 鼻子酸酸的 眼泪在我眼眶直打转 我走到阳川面前 你家买的三斤 在保险柜第二格 密码你知道 阿姨 交往期间 我和阳川都是A 没有经济纠纷 你什么意思 杨川不敢置信地站起来 看着我 你不是要退婚吗 那就退吧 说完我就走了 过后几天 我怎么都想不通 于是匿名发表了一个帖子 因为买了一个包v包包 男朋友要和我分手 我有错吗 结果第二天爆火 有同学把这个帖子 转到高中同学QQ群 我看到的时候 差点吓得心脏骤停 女生都在骂 一万多块钱买个包怎么了 二十七岁还不能买个好点的包了 男生基本都在说 你们女生就是被消费主义洗脑了 那玩意能值一万多 我们男生挣钱也不容易 双方交战 厮杀的不可开交 我畏畏缩缩 如同被放在热锅上烤 为了不暴露 那个帖子是我写的 我只好附和了一句 那个女生说了 包是花自己钱买的 下一秒 群里弹出一句 所以你为什么要在垃圾桶找男朋友 我懵了 因为这人是秦旭 我的前男友 他审题了吗 我不是说我 我在讨论帖子 秦旭 千亿富翁都炸出来了 秦同学在哪发展呢 单身吗 话题一下子转到秦旭身上 大家争着加他好友 我万幸逃过一劫 秦旭没有再说话 秦旭回国了 闺蜜玲玲私信我 哦 你加他了 加了 他通过了 他显得很兴奋 也不奇怪 和秦旭谈恋爱的事 我没告诉任何人 林林也不知道 虽然那个帖子是匿名 我还是觉得情绪一由所指 让我心梗 对了 他还问你怎么样了 那 我安静了一瞬 你怎么说的 我说 你快结婚了 我心口被堵住 回了个哦 回了信息 我坐在窗前发了一会呆 然后把聊天对话删除 第二天回家 我发现门口的鞋子换了朝向 杨川来过了 我去看保险箱 意外的是三斤没拿走 转了一圈 发现我买的高V包却不见了 正在这时 杨川妈妈的微信来了 川川说 你们周末要给我过生日 还要去那个很贵的农家了呀 听川川说是 你把包包退了 拿那个钱给我过生日 哎呀 花那个钱干嘛 嗡的一声 我脑子里的某根弦断了 我像一只溺水的猫 怎么挣扎都喘不上气 最后坠到海底 整个世界旋转 旋转 最后恢复死一般的安静 其实 我不止一次想过分手 在他建议 工资八千的我 每月存七千的时候 在他要求我坐地铁 省下邮费买房的时候 在他要求 我把我租的房子退了 搬过去跟他一起 省房租的时候 但每一次 我妈都劝我 又不是出轨 赌博这些原则问题 两个人总要磨合的 可是 这一次 我不想忍了 没有哭闹 没有撕扯 我只是平静地 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我们分手吧 然后手机调成静音 接下来 杨川没有来找我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自尊心很强 被我提了两次分手 应该是不会来找我了 父母那边 我得挑时间 好好想想 该怎么说 日子按部就搬得过 第二天 得知我分手了 林林来我家陪我 恭喜你 重获新生 仿佛 我是中了五百万 而不是跟男人闹掰了 你的高中后桌真的好高冷 我们俩躺在沙发上 电影看到一半 他突然来了一句 啊 我反应过来才意识到 他说的是情绪 给他发消息 一个事迹才回一条 感觉他回的消息 都只有我孙子能烧给我 他一边吃薯片 一边吐槽 我忍不住笑了 情绪就是这样 钟爱打电话 而不是发信息 燕燕 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分辨不出你有没有生气 你没听到我的声音 怎么知道我有多想你 听你讲电话 总觉得没够 好想你在我耳边亲口叫我的名字 燕燕 我好想你 我怎么那么喜欢你啊 你是不是对我施了咒语 为什么我会每天想你想得快要疯掉 他总是在电话那头 说着平淡又动人心魄的情话 当初十八九岁的年纪 隔着太平洋 我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现在听来 不过是哄小女生的把戏 回过神来 那你还追 我对了一句 不追了 他好忙 听说还做了医生 他做医生了吗 有些不可思议 你看看 他当时是倒数第一 咱们俩是前几 但他跌入了富豪榜前一百 他如今身家上亿 归国博士 走上了人生巅峰 而我们还奋斗在社会的底层 要哭了 我看着他抱怨 又好笑 又心酸 那你找个富二代改变下命运 我笑着看他 算了 我也想啊 但他八成有喜欢的人了 你看他的个性签名 遥远的他 这不就是有喜欢的人 哦 我愣了一秒 他有喜欢的人 好像也挺正常的 只是我心里 还是忍不住 有些酸酸的 我俩继续看电影 看到男女主拉灯环节 他突然凑过来 神秘兮兮地问我 分手是分手了 你没有怀吧 我额头三根黑线 没有 我顿了一下 我和他根本就没那什么 怎么会 我缓了一口气 不知道 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他跟我接吻 我都抗拒 加上他也不住我这边 经常在公司加班 男人只要试想 就没有找不出时间的 林林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你们做婚前检查没 他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做了 我想了一下 婚检上两周就做了 我的结果没问题 他的我倒是没问 也不关我的事了 也是 林林看了看我 没再多说 第二天 他走之前 给我买了早饭 还给我发了信息 乖艳艳 婚礼 酒店 还有他羊川算个屁 天塌下来 姐妹帮你扛着 我摸着温度刚好的牛奶 看到他这条信息 竟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他大概是唯一一个 站在我这边 支持我分手的人了 第二天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拿着打包好的三斤 还有一些羊川 放在我家的东西 叫了一个同城快递 没到半小时 他来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食堂和同事吃饭 一不小心按了免提 你想好了 电话里 他依旧是高傲的不可一世的语气 你怎么这么任性 这么分不清好歹 马上要结婚了 你这样闹 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你去跟你妈说 被骂哭了 别来我这饭见 我端着饭 看着同事满是同情的眼神 难堪的满脸通红 慌乱中 我直接掐断了电话 我从来不知道 平时温温柔柔的他 竟然会说这些难听的话 这也让我更加确定 分手是正确的选择 周五下午 我打电话给我爸 我爸没接 我又打给我妈 我妈支支吾吾 最后说在医院 出了什么事 我心底一沉 哎呀 你爸不让我告诉你 还不是老毛病 我火急火燎的赶去医院 我爸有点血栓 前年进医院 安过一根心脏支架 我到的时候 我爸还笑呵呵的 像个没事人 没事 我就是痛了一下 吃了药 现在甚至能一口气上八楼 我爸信誓旦旦的就要下床走给我看 你躺着 我有些急 医生怎么说 不是才两年吗 怎么会复发 急诊医生说是天气太热 你爸在太阳底下待太久 我妈眼眶有些湿 我的心被刺痛了 爸你别干了 我顿了一下 待会我就跟你组长打电话辞职 真不用 爸爸还能干 你不要命了 我没忍住吼了他 你爸不干 你们那几百万的首富 光靠你们俩 怎么凑 我妈责备 我不该吼我爸 哎 你跟孩子说 这些干什么 我爸却又去说 我妈 我张了张嘴 一个字没说出来 倒是眼泪掀出来了 我背过身去擦了眼泪 房子不买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想买了 我固执地坐在病床边 帮我爸削苹果 我不敢在这个时候 跟他们说分手了 不结婚了 我怕我爸心脏受不了 想来 我真是不孝 本来父母老来得子 三十五岁才有了我 他们退休两年了 两人退休金 加起来 有一万多 有房子 有医保 这个年龄 我爸该在和小区大爷下棋 我妈该在和小区大妈跳舞 但现在 他们俩却还在为了我的首富 去干一些又累又苦的活 我突然不明白了 所谓的房子的投资价值 掏空六个人的钱包 意义在哪里 苹果削到一半 杨川来了 看到他 我手一抖 把自己划了一道口子 叔叔 你还好吗 他看起来风尘仆仆 公文包都没来得及放 没事 我爸笑着摆摆手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杨川转向我 问我 我一看到他 就觉得水果刀 有了他自己的想法 你来干什么 我语气很冷 但碍于我爸的病 不想在他面前闹翻 叔叔生病了 我能不来 他演戏的样子 让我有些恶心 他低下头 用只有我和他能听见的声量说 分手的事以后再说 你不会想把你爸气死吧 我心里腾起一阵怒意 却又硬生生吞了下去 这个医院我有点关系 请了一个心内科留学回来的博士 来给叔叔看一下 阿姨放心 哎呀 这样就太好了 还是你有办法 我妈眼里都是对杨川的满意 我没说话 一切等我爸看完病再说 杨川在我父母面前很会演戏 又是给我爸倒水 又是给他查各种资料 安慰他没多大事 放宽心 看着他们三个那样和谐 我心里堵得慌 晚上的时候 专家过来了 我心情一直很低沉 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穿破我的耳膜 我一下子抬起头 目光与情绪撞到一起 时隔八年 再次见面 我和他都愣了片刻 怎么会是他 比起我的紧张和惊讶 他倒是很快恢复镇定 在我身上停留一秒就收了回去 走到了我爸病床前 后来他们说了一大堆 我的脑子嗡嗡的 没听进去 脑子里一直回荡着 最后一次跟他打电话 说分手的画面 能不能不分 电话那头的他软下来 求着我 不能 我态度很坚决 怕什么 你那些朋友 各个金发碧眼身材好 你随便找一个都挺好的 我也可以在这边找一个 咱们好去好散 陈嫣 我惯着你 是因为喜欢你 你不能仗着我喜欢你 三天两头瞎折腾 我也不是没有脾气 除了你我情绪 这辈子没忍过任何人 他很生气 我没求着你喜欢我 我抽了抽鼻子 我受够了异地恋 我想有人陪我吃饭 上课 看电影 而不是一团空气 行 我们冷静一下 他沉默着不说话了 那能别拉黑我吗 不能 变化拉黑 微信留着 QQ也行 不行 陈嫣 你 他当时有些生气 又有些无奈 非要这么绝情吗 你当真觉得我非你不可 我怕我男朋友不高兴 我轻轻吐了一句 那边先是一阵沉默 后来传来砸东西的声音 后来我和秦绪分手了 分得很彻底 没有再联系 男朋友是我骗他的 我不想给他留有希望 也是不给自己任何退路 我不想隔着一个太平洋 去猜测出现在他电话里的女生是谁 又或者在他没有及时回我信息的时候 害怕他的嘴被哪个女生堵住了 挺没意思的 时隔八年 我以为我再次见到他 可能会忍不住哭 但事实上 时间磨平了一切 我竟然只是心里起了一点点波澜 也只有一点点而已 家属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回过神来 他已经转过身去 只留给我一个背影了 我沉默着跟着出去 杨川站在走廊里 一脸得意 烟烟 你看 关键时候还得靠我 你觉得你离得开我 以后别再来了 你还要分手 我说你是不是需要挂个脑科 杨川你别太过分 我气得发抖 我和他正闹得难堪 脑科下楼出门左转 一张阴郁的脸低下头 看了看杨川 这位先生 报我名字可以给你看仔细一点 秦旭 医院内静止喧哗 秦旭目光指了纸墙上的指示牌 秦医生 杨川看见秦旭表情严肃 又 又尴尬 抱歉 我没看见 还不跟我过来 秦旭根本没理他 盯了我一眼 我还有其他病人 我立马闭嘴了 很难堪 一直以为幻想和他分手了就回归现实 找个近在咫尺的男朋友 过上一日三餐 天天腻在一起的甜蜜生活 结果 却被他亲眼看到 我的生活和感情都一地鸡毛 我跟着他去了办公室 预料的怀旧情节果然没有出现 秦旭拿着一个心脏模型 专业地跟我分析 讲解 表情冷漠 他果然是恨我的 能懂吗 还行 我其实有点紧张 总之 我个人建议 你爸爸还是再做一次心脏造影 不能因为只过去两年 就忽略潜在的风险 行 我坐在那 准备说点什么 缓解尴尬 这时候 进来了一个医生小姐姐 她看着我 又看看秦旭 笑得满面春风 还有病人吗 那我先去订饭店 用下你的车 秦旭脸上没什么表情 小姐姐拉开她的抽屉 你戴着手套 我自己来 她轻车熟路 拿出一串钥匙扬了扬 还是点那些菜 我知道 你忙你的 不用担心 说完她笑着出去了 这小小的插曲 让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等她走了 我心里不受控制的 有些酸涩 女朋友 什么时候结婚 我俩同时开口 空气一下子死寂 看样子 这女朋友 八九不离时了 她如此温柔大方 两个人看起来 相处也很自然 的确算是良配了 我想想自己的处境 突然不想输得太难看 快了快了 我抢先回答 到时候 请你喝喜酒 她看了我一眼 脸色不大好 没空 我被直接拒绝 只觉狼狈 又说了几句 不痛不痒的 就自觉地退了出去 回病房的路上 我又看到了 那个女医生 她身材纤细 站在病房门口 病人拉着她手 一直在说感谢 后来 我听护士说 她叫周莹 是秦旭在国外的师妹 一起求学 一起工作 的确很配 我兴兴地回了病房 随后的两天 加班到晚上 林林约了我下班 去居酒屋吃烤肉 过道狭窄且曲折 我走错了包间 一走进去 就看到一群陌生人 齐刷刷地望着我 我尴尬得不知所措 好在这时 林林过来拉住了我 奄奄 走错了 是这边 抱歉 我道完歉 刚要走 秦旭 听到林林的声音 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 我这才看到 坐在角落的秦旭 她安静地坐在那儿 灯光从她的头顶打下来 显得五官更为立体 下额线流畅 只是表情寡淡 含买意由内而外 认识的人 一个男同事问 嗯 高中同学 林林向来自来熟 大方介绍 她没说话 目光落在我身上 那一起吃呗 同事招呼 大家开始挪座位 十分热情 我和林林 不好拒绝 只好挨着坐好 结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我坐到了她旁边 坐下来后 我才看到 秦旭另一边 坐着周迎医生 她目光在我脸上 打量一番 笑着问 秦旭 这不是你的那个病人家属 也是同学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嗯 就说你最近查房 怎么这么勤快 原来是赶着见老同学 大家打趣 周迎虽然在笑 但是笑容 却有些难看了 我有些尴尬 我羡慕林林的自来熟 羡慕周迎的圆滑 也羡慕一群人的肆意洒脱 跟他们比起来 我敏感地像个 格格不入的怪物 行了 闭嘴 秦旭看了那几个人一眼 端了一杯酒 一口饮下 有人给她递烟 她却用余光看我 算了 不抽 你又没戒烟 男人就这点爱好 同事打趣着她 我的心里抽了一下 大一的时候 我得知她学会了抽烟 很担心 我们俩还因此吵架了 当时年龄小 太过着急 我哭了 她哄了我一晚上 保证以后都不再抽烟了 男人的话果然不可信 我埋头吃菜 没再多看 今晚不想 她声音浅浅的 拒绝了 后来大家开始喝酒 吃肉 她不动声色 把我面前的杯子 往前推一推 防止掉下去 又把别人递过来 给我的烤肉串 签子横着放 明明她在听别人 跟她说话 还是能在别人 端汤过来的时候 伸手挡一下我的头 她真的很好 礼貌又绅士 只是不再属于我 烟烟 她是你爸的主治医生 真是缘分 林林显得无比兴奋 是挺奇妙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 没说话 大家都是年轻人 有人提议完 真心话大冒险 轮到我的时候 有人问 初恋是什么时候 她手指有意无意地 敲打着桌面 在等我的答案 大一 我如实回答 我看到她嘴角 早有了一丝弧度 喝水 有人又问 我紧张地看着秦旭 为难女生干什么 她仰着头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有本事为难我 不出所料 还真轮到她中奖了 秦医生 你的第一次是多少岁 那你得说清楚 是纸上谈兵 还是实战 大家都在起哄 她盯着我半天 没说答案 无奈笑笑 我喝酒 算是认输 秦医生你玩不起啊 这种情况 要么是没有 要么是年龄太小 不好说 大家又开始笑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和她谈恋爱 没见过面 更别提其他 我猜她是 当着我的面 不好说 跟别的女生 那什么才没说的 像她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 当年她 没皮没脸地 调戏我 我珍贵地 第一次留给奄奄 好不好 我当时 羞得满脸通红 你以后再这么 没正经 我就 就怎样 就不理你 她却笑得坏极了 长叹一口气 我的小公主 什么时候 才长大呀 完到最后 大家轮流喝酒 轮到我 她又拦下了 女生就别喝酒了 拿倒奶 秦医生 我也要做女生 我也要喝奶 一个男生 开始脾起来 情绪却平静地 对了一句 滚回家去 男同事不说话了 默默喝酒 不敢造次 没事 我其实可以 我直接拿过酒 一饮而下 我是真的还行 这些年跑业务 哪有不喝酒的 喝完 大家对我刮目相看 称赞我是女中豪杰 她却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看上去有些生气 秦医生 你也太护短了吧 同样是女生 平时周医生喝酒 也没见你拦着 情绪被大家调侃 也不生气 只是浅浅地笑了笑 没再说话 喝到最后 我出去上厕所 一出来 就被人拦住 别喝了 她已靠在墙上 声音里带了命令的味道 我真没事 我朝着她笑笑 我平时跟客户喝得比 这多多了 他们不是你的客户 我也不是 她盯着我 看起来有些毛躁 谁说得定 万一里面有钱在客户呢 我半开玩笑 她叹了一口气 收起你那一套 没必要在我面前逞能 说完她转身回了包间 我喝酒关她什么事 她又在生什么气 后来我和她一直没说话 吃饭结束 林林和我家在反方向 她先打车走了 我打了一辆车 刚要上车 搭个车 她扶着车门 闲闲地问 我住北边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 因为今晚 我跟她的相处 并不算愉快 反而称得上很尴尬 而且周莹也在 我不想跟她单独相处 我也住北边 车费贵 没必要浪费 她说得有理有据 我 秦医生你说车费贵 你爹同意吗 想送别人回家就直说呀 一群人又在起哄 我看着周莹在旁边 笑容已经要垮掉了 我不明白 这群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 总开我和秦旭的玩笑 可是秦旭这人也奇怪 半推半就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后我拉开车门 坐了副驾驶 秦旭笑了笑 没多说 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离谱的是 周莹也坐了进来 于是一路上 车厢只有周莹 不停地和秦旭说话 她偶尔回答一下 而我当一个安静的哑巴 一直低头玩手机 林林发来微信 秦旭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看到微信 我眉心跳了一下 通过后视镜 看了秦旭一眼 却被逮了个正着 吓得我赶紧收回目光 假装玩手机 林林还在给我发 秦旭喜欢我的证据 我吓得够呛 心跳也开始加快 后来送走了周莹 秦旭还没下车 我更紧张了 好不容易熬到 我家小区门口 我正要下车 她忘了一眼 我家的方向 随口一问 她不来接你 弄矛盾了 我心里一沉 算是 我敷衍说了一句 闹矛盾 就这么晚都不出来接你 她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就对我一个人高要求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干脆不回答 下了车 结果一下车 就看到了杨川 我心脏都紧了一下 下意识去看情绪的方向 车窗摇起 沿着公路开走了 还好 还好 杨川提着公文包 站在公交站牌下 死死地盯着我 车里是谁 这是她说的第一句 我觉得有些无厘头 懒得理她 这就是你死活 要跟我分手的原因 她直接把包砸向我 我没料到 她行为这么过激 根本没来得及躲 包的金属器件砸到我头上 我瞬间有些站不稳 跌坐在公交站的等候椅子上 你疯了 我气得脑子嗡嗡的 我是疯了 因为你要分手 我还冷静了几天 找自己的原因 怎么都想不通你 为什么跟我分手 结果呢 你这是找到夏家了 一脚把我踢开 她是我同学 人家有女朋友了 我们吃饭遇到 就搭个便车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没骗我 血从我额头流下来 她慌了 奄奄 有没有砸到你 我错了 你没错 是我错了 我瞎了眼 又痛 又恐惧 我直接快速往家走 她也跑着跟上来 我完全不给她机会 快速按了电梯 上楼 进门 反锁 她大概是没料到 我会反锁 在门外反应了几秒 就开始拍门 我吓得去了卧室 想打电话求助 找了一圈 也只有林林 可是林林也只是女生 我真怕杨川冲动 起来什么都干 最后还是没有告诉林林 她又开始拼命给我打电话 微信轰炸 陈嫣 你有种 有种别求着我给你爸找关系做手术 我给你家做牛做马 没得过一丝好处 没见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女人了吗 我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两家人婚事都定好了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就你这样又笨又穷 又没上进心 丢三落四 脑子缺根筋的人 你爸还是个累赘 除了我还有人要吗 我听说你们般混得最好的竟然是倒数第一 你看看自己混成什么样子 没有我你 只会更没出息 我再给你五分钟 你再不开门 咱们就算彻底完了 我扬川发誓 还他妈惯着你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 整个人都像是被顿气狠狠击穿 我的尊严 我的骄傲 被他一片一片撕下来 见他 你再纠缠我 我就报警 我手抖着 直接删除了跟他的聊天 又慌乱地删掉了他 以及他的家人朋友的所有联系方式 最后一个人蹲在床脚 麻木地掉眼泪 电话突然震动 是本地的陌生号码 想了好一阵 我还是接起了电话 喂 我没想到自己一开口 竟然戴上了哭腔 你的口红掉在 情绪说到一半 意识到了什么 怎么了 没什么 我竭力克制住自己的眼泪 口红掉车上了吗 帮我扔了吧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结果他又打过来了 你怎么了 说话 见我不说话 他终究是压低声音 等我十分钟 我过来 想到杨川还在门口 他又说要过来 我慌了 你别来 我调整了情绪 他走了 况且这是我的事 他不说话了 缓了一会 又道 行 我不关机 有事打给我 你就当我闲得淡疼 自作多情 可以吧 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不敢再听下去 挂了电话 因为眼泪已经绝低 我不知道 不知道杨川什么时候走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哭到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我妈电话吵醒的 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头晕 恶心 浑身没力气 我妈说 爸昨晚又心口痛了一次 手术提前到今天早上十点 我来不及悲伤 用粉底遮了遮红肿的眼 怎么都遮不住 顾不了那么多 我火急火燎地换了衣服 一打开门 差点被绊倒 杨川 他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头发由得发亮 脸上也是一片青黑色 眼带都快掉到下巴 整个人看上去颓废又愤恨 他在这里坐了一夜 我很震惊 但更多的是恶心和恐惧 奄奄 我没说话 甚至没给他一个正脸 关上门 就这么从他身边绕开 直直奔向电梯 但是在电梯关上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用手挡开 进来了 昨晚 是我一时冲动 因为你不开门 也不接电话 我都快疯了 他深吸一口气 发的那些话 是我丧失了理智 哼 我突然很想笑 没经过 我同意退了我的包 也是丧失理智 你拿着退的钱 给你妈过生日的时候 看起来倒是智力超群啊 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原谅我 我给你跪下行不行 说完他直接在电梯跪下了 还抱着我的腿不放 我简直忍无可忍 手机给我一下 我忍着怒意 平静地开口 燕燕 你要原谅我了吗 他开心地把手机递给我 我拿过手机 直接播通了他妈妈的视频 燕燕啊 杨川啊 大早上的你们俩 怎么就在一起 可别耽误他早上上班啊 他妈对着我一顿数落 我直接将摄像镜头 对准了跪着的杨川 阿姨 麻烦你管好你的好儿子 他再来纠缠我 我就把他送到牢里去 杨川 你跪着干什么 你给我起来 你要气死妈妈 手机里传来他妈妈的嘶吼 妈 杨川吓得大惊失色 我把手机扔给他 头也不回地走了 拉开车门 我一脚油门 车子飙出去了 我赶到医院时 手术已经开始了 怎么戴着口罩 我妈问 感冒了 怕传染给你们 其实是昨晚哭了一夜 就那么坐在地上睡着了 今早就着凉了 我妈跟我说了一些医生的交代 说完又说 你先去挂个号拿点药 我在这守着就行 感冒也不能不重视 别拖到最后把自己拖垮了 真没事 我不去 其实我刚才跟杨川吵完 脑子更晕了 我和我妈聊到中途 她突然收到一条微信 我有种莫名的预感 看到我妈变了的脸色 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 你和杨川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杨川那个人 有一千万种让我屈服的方式 利用我父母这一种 他百事不爽 分了 我也豁出去了 知道了也好 免得我憋在心里那么痛苦 分了 我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好好的婚事说退就退 你当婚姻是儿戏 就是因为没有把婚姻当儿戏 才要分 我深吸一口气 嫁给她我不会过得好 我会死 我妈打量了我一番 气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刚想开口骂我 家属进来一下 一道声音打断了我们俩 我一抬头就碰到情绪的目光 她站在门口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 又被她听到了 让她看到我这么失败的恋爱 我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站起来 和我妈一起去了 手术室旁边的观察室 看心脏造影图 听医生分析 签字 一套流程下来 我整个人都飘在空中 医生 谢谢你们 我们家老头子就靠你们了 我妈拉着情绪感谢 她却担忧地看着我 眼里闪过一丝情绪 放心 这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 我和我妈还要出去等一会儿 前一秒还跟医生说着感谢的她 一转身 就朝着我来了一句 分手的是我不同意 我心里一沉 因为我看到情绪来关门 又听到了 在她面前 我又低了一劫 你不同意 那你去跟她过吧 这是我生亭 第一次反抗我妈 我妈张了张口 气得不轻 陈嫣 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 大概是我从未对我妈说过重话 她竟然转过身去哭了 她一哭我就慌了 我只好过去蹲着 给她擦眼泪 你从没吼过我 我妈委屈到不行 我没吼你 我真是欲哭无泪 她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跟我闹矛盾 自己反而急得先哭了 我叹了一口气 我好好跟你说话 是你不听 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的呀 我们像朋友 一起逛街 一起试衣服 我有什么都跟你说 可是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听了 这是能跟那些事比吗 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我妈擦了眼泪 别开脸 依旧不理我 如果你和我爸生活在一起 天天都不开心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我问他 其实别看我妈现在总是很凶 独断专行的样子 那都是被我爸惯得 我爸对他可是百依百顺 杨川拿点不好了 工资稳定 人踏实 对我们也好 你怎么就接受不了 因为三观不合 我不懂你们年轻人什么三观 我妈依旧很气 你别跟你爸说 酒店也定了 婚庆也定了 亲戚朋友都请了 你让我跟他们怎么交代 你爸知道了 得被气死 我闷着不说话 他说的这些 就是我犹豫纠结的地方 但是 我一天都不想这样过下去了 等我爸好了再说 你 我妈拿我也没办法 就一个晋升闷气 手术很顺利 术后 秦旭来查房 恢复得不错 心率 血氧都正常 可以正常饮食 别吃太刺激的就行 也可以正常下床活动 不做激烈运动 秦医生 您可真是大好人 这么细心 我妈赞不绝口 这是我的职责 秦旭说完刚要走 转头看了我一眼 眉头一拧 怎么了 她开口问我 不舒服 她从进病房开始 就没拿正眼看过我 我以为她是不想跟我有任何交集的 怎么会突然注意到我 有点 我如实地说 其实 我头 已经晕得不行了 现在完全是靠意志力撑着的 怎么了 我爸问 她有点感冒 我妈说着 伸手来摸我额头 呀 真烫 那快去挂个号看看 拿点药 我爸下了手术台 就开始担心我 挂什么号 这不有医生吗 秦医生 能麻烦你 顺便帮我家闺女看看吗 我妈连忙笑着问 秦旭站在那 看着我没说话 妈 她是心内科医生 不是什么病都能看的 我去门诊 我跟我妈解释 不想让她为难 哦 原来这样 那你去门诊看看 我妈催着我去 过来吧 秦旭脸上 依旧是风轻云淡 我给你看看 不用麻烦 秦医生 那谢谢了呀 我妈又连忙 催着我跟着秦旭走 我只好硬着头皮 跟着她去了她办公室 随便坐 我换下衣服 她扔下这一句 走到更衣室去了 我在她对面的凳子坐下 看着周围的环境 她的桌上 各种资料摆得整整齐齐 笔特别多 各种颜色都有 她变化真大 难以想象 现在的她 曾经是高中班上 那个学渣 当初高三 她读到中途 就退学去美国了 后来的事 我也就不知道了 唯一能联系上的 就是她的QQ 大意我发错了信息 给她QQ发了个 在吗 发现的时候 已经撤不回了 猜测她应该 不用QQ了 我也没管了 结果 她隔了半个月 回复了我 有事 我当时也没怎么登录 QQ 没看到 隔了一天 她又问 哑巴了 接下来的几天 她又发过来几条信息 是死是活 你倒是说个话 逗着我好玩 陈嫣 你是不是觉得 你不说话 我就不知道 你其实看到了 陈嫣 你这样真的很烦人 你说话 等我一个月后登录 发现她竟然 断断续续 给我发了 一个月的信息 而最后一条是 你信不信 我周末 就飞回来逮你 我看到后 吓了一跳 怀着忐忑的心情 给她解释 对不起 我一个月没用QQ了 之前那条消息 是发错了 每隔几秒 就看见她那边显示 正在输入 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她终于发过来消息 哦 就一个字 输入了一分钟 后来我们在QQ上 聊了一晚上 她话很少 基本都是我在说 刚到大学 一切都不太熟悉 我觉得一个人孤单极了 但是跟她仿佛 总有说不完的话 她也好像总是很闲 闲到听我说军训里面 屁大点的小事 一听就是一晚上 每次告诉她 我去洗澡了 她都回个 哦 直到有一天 我告诉她 我去洗澡了 她发了一句 等你洗完 我 你还有什么事吗 想和你聊不可以 可是很晚了 你找别人聊吧 我找谁 其他同学啊 你的朋友啊 你天天听我一个人说话 不烦吗 陈嫣 你是笨还是装傻 什么意思 天天睡懒觉的我 每天六点起床 就是为了陪你聊天 哄了一个月 风雨无阻 你说我什么意思 我当时看到那个哄字 心毫无防备地狂跳起来 不是没有感觉到 只是太过年轻 不敢捅破那一层纸 朦朦胧胧的心动 让人心慌 我不好意思回她 怀着剧烈的心跳去洗澡 结果洗完澡 还是心跳的厉害 我窝在被窝里 看到她发来的信息 给你一晚上的考虑时间 明天这个时候 告诉我答案 别吊着我 于是我一晚上 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晚上 我想我已经想得足够清楚 鼓起勇气给她发信息 那你现在问我吧 做我女朋友 我的小公主 好 正在我想得出神 窗口吹来一阵狂风 更衣室的门被吹开了 我听到声音 条件反射去看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看到她上半身光着 眼睛真不知道往哪放了 帮我关下门 她清冷的嗓音传来 我亮腔站起来 我亮腔站起来 走了几步 到更衣室门口 刚要关上门 但我本来就头晕 起来得太猛 直接有些站不住 我想扶一下门框 却摸到了一双有温度的手 别动 雌性的嗓音从耳边传来 我浑身都酥酥麻麻的 别乱抓 第一反应就是缩回手 却被她反握住 身体怎么这么差 平时还贫血 有点 她把我扶回座位 自己穿好衣服 走向办公室门口 关上了门 啊 原来风把办公室 那道门也吹开了 她让我关的是那道门啊 炯 她又回来 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 把一支体温计递给我 先测下体温 我测过身 把体温计放进去 口罩取下 我看看 她拿着电筒 让我仰着头 看了看我咽喉部位 三十八点五度 低烧 她看了看温度计 拿出听诊器 可能需要把衣服撩起来 我一整个尬住 如果换做别的医生 我肯定直接撩起来了 可是毕竟她是我的前男友 我真的很为难 和她谈了两个月 除了开过视频 我们其实连面都没见上过 更别说其他 隔着衣服不行 我小声问她 陈嫣 我是医生 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不吃人 我明白了 她是在说我怀疑她的职业操守 我只好咬咬牙 聊起衣服 因为是春天 我顶多也就穿了一件毛衣 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层棉质T恤 当她拿着听诊器伸进来的时候 我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是医生没错 但她毕竟也是我喜欢过的人 曾经我们也在电话里 也没皮没脸地说过一些 让人脸红心跳的话 烟烟 多吃点 还能再尝尝 听说女孩子都香香的 软软的 抱起来一定很舒服 一般人我肯定能忍住 但如果是你 很难说 我有罪 脑子里面怎么会想起这些 我把脸侧到另一边 不敢看她 更怕她听到我加快的心跳 她认真地听了一分多钟 有点严正 她取下听诊器 比起我的局促 她显得尤为淡定 我给你开点药 你去药店买 哦 好 我此刻真是庆幸 我的脸因为发烧烧红了 她才看不出区别 要不然 真的是丢脸死了 她把药写在一张纸上 递给我 谢谢 那我先出去了 她埋着头 开始写病例 不理我了 果然 在医生眼里 人体都是一团细胞而已 无情 我走出门外 看到药单上有个字不太认识 又推门进去问她 这里有个字 话还没说完 我才看到她怎么站起来了 已在窗口 吹风 听到我声音 她回过头 情绪有些异样 我走了过去 只给她看 费言宁 她一开口 我发现她声音阴雅 我有些奇怪 也没多想 走到门口 又碰到周莹 她冲着 我甜甜一笑 然后向秦旭 走了过去 秦医生 你脸怎么红了 她的声音 划破办公室上空 秦旭脸红了 想起刚才的画面 我的脸更红了 我加快步伐跑了 过后的几天 秦旭躲着我 至于为什么 我也不懂 也许她觉得尴尬 也许她还是恨我 毕竟当初 是我说分手的 秦医生 对你爸是真的好 没见过 这么细心的医生 事无巨细 每天说话冷冷的 却什么方面 都考虑得很全靠 每次来 我妈都在我面前 夸情绪 她还很关心你 问你有没有吃药 问你感冒 有没有好 哦 要问我 又不直接问 还躲着我 杨川倒是不来烦我了 因为我拉黑了她 她就天天 给我妈发信息 我妈自然是 每天在我耳边 念叨几句 我直接在她的手机上 也把杨川拉黑了 我妈看着我一顿操作 长叹一口气 行吧 你长大了 妈也管不了你 你自己的路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杨川其实对你挺好的 我听着有些好笑 如果她知道 她口中的好男人 给我发微信 说我爸是累赘 把我贬得一文不值 把我的包退了 给自己的妈过生日 还对我动手 她估计会气得血压爆表 妈 我和她不可能了 我死都不会 跟她在一起了 我想杨川说的那些话 还是我一个人笑话吧 我爸妈肯定接受不了 这样的羞辱 我不想他们经受那些难堪 怎么没可能了 我妈突然想到什么 你老实跟妈妈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 别的什么人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更多的是震惊 你在想什么 我用笑容掩饰心虚 也是 要真有也轮不到 我给你忙着相亲 我妈叹着气进了病房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 刚要走 一转身就看到了情绪 心一下子就慌了 秦 秦医生 她心情好像不错 你爸爸明天出院了 是 感冒好些了吗 好了 谢谢 她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拿着病例本 转身去了隔壁病房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 怕她听见 又怕她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 我狠狠地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人家都有女朋友了 郎才女貌 我在想什么 晚上回去 林林又来了我家 听我说了杨川的事 她气得跳脚 那个朴信男 真下头 我本来以为她只是自以为是 看不出来呀 平时一本正经的人 竟然说得出那种话 你跟她分手是对的 也别跟你爸妈说 她也太伤人了 枉费你爸妈那么信任她 看着她气得举起拳头 恨不得去踩杨川两脚 我突然就笑了 我想我和林林这么多年的友谊 大概就是因为 我们俩性格互补吧 我明明那样地讨厌杨川 可是恶毒的话 骂人的话 我还是说不出口 每次吵架 明明自己在里 却被对方骂得掉眼泪 我最近 她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 有男朋友了 我心突然跳了一下 谁呀 高中的班长 她说完捂着脸 笑得张狂 班长 我回忆了一下 是那个戴着眼镜 每次午休也不休息 一直做题的那个 秦旭介绍的 林林笑着说 啊 我更震惊了 前一阵 林林不是还说要追秦旭来着 怎么还 她挺木讷的 逗一下就脸红 我本来不喜欢冷面男的 可是 她的样子可爱又禁欲 爱死了 她一脸幸福的样子 我真难以想象 反差这么大的两个人 怎么会走到一起 那你可别欺负人家 怎么可能欺负她 我们俩一边聊 一边笑 晚上她跟我一起睡 燕燕 你觉得情绪怎么样 她突然问我 什么怎么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 她有点喜欢你 就像那天 我们吃烤肉 遇上 她小心翼翼 护着你 眼睛不瞎的 都看得出来 我心里 咯噔一下 你知道吗 那一阵 我加了她的微信 她很少跟我聊 聊得最多的 还是你 起初我以为 她对我感兴趣呢 这么关心我的闺蜜 后来我发现 只要不聊你 我和她就没聊得了 我沉默几秒 叹了一口气 林林 她不会喜欢我了 什么叫 不会喜欢了 说得好像 你们谈过 嗯 谈过 什么 于是那一晚 我和林林 聊到凌晨三点 我把我和秦旭 那段网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燕燕 你好狠的心 竟然都不跟我说 那前一阵 我说要去追她 你也不阻止 我和她早就过去了 分手我提的 她讨厌我 而且她那个师妹 多半是她的女朋友 所以她在医院 都躲着我 本就没有结果的是 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 谁说躲着你 就是讨厌你了 林林长叹一口气 如果她真的放下了 才不会躲着你呢 我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和她谈过 我简直磕死 你们这一对了 你说她是不是高中 就喜欢你了呀 不会吧 后来聊着聊着 林林终于困到睡着了 而我却怎么都睡不着了 高中的记忆疯狂地涌现 我好像又回到了八年前 那个时候 秦旭坐在我后面 她上课睡觉 下课清醒 就是典型的问题学生 作为小组长 我每天最烦的 就是收作业 永远在催她 但她永远没写 有一天 我终于忍不住叫醒了她 秦旭 我们能不能打个赌 打什么赌 她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一双眼睛朦胧地看着我 比赛写作业 看谁写得快 输的人接受惩罚 哦 什么惩罚 她一张脸 笑得又坏又张扬 就惩罚一瓶望仔好了 我没了底气 行啊 我没料到 她答应得如此爽快 心想这个不交作业的问题 总算是解决了 然而 写完了吗 在我埋头写作业的时候 她戳了戳我的背 问我 写完了 我把本子给她看 哦 我又输了 她一副难过的样子 从抽屉拿出一瓶望仔 递给我 然后又睡了 后来的每天 她都是输 从来没赢过 就算我放水都不行 组长 今天不比赛写作业了 看吧 问题学生真让人头疼 我不比赛了 她还提醒我 算了 待会你生活费都输完了 是啊 她指了指自己抽屉 都换这个了 我朝那儿看了一眼 好家伙 一本书都没有 装了一抽屉望仔 她没救了 再后来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 我回到了高中那年 她穿着校服 站在教室门口 借着晨光朝着我笑 而我身上穿着的 却是工作服 她说 我的小公主 你过得好吗 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枕头湿了 第二天 我接我爸出院 分手的是 我想着 等他身体好一点 再慢慢告诉他 秦旭最后一次来查房 又是事无巨细地 嘱咐了一大段 我妈听完 拉着她的手感谢 秦医生 你真的是我 见过最细心的医生了 听说你还是单身 也不知道 哪个姑娘 修了几辈子的福气 能嫁给你 我一听 直接呆住了 人家有女朋友了 阿姨过奖了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 说真的 秦医生 我大表姐家的堂弟的女儿 也是学医的 挺可人一小姑娘 我妈真是离谱 我坐在旁边 都替她尴尬 妈 人家 我压低声音 戳了戳我妈胳膊 有女朋友了 阿 我妈表情尴尬 结果她直接盯着我 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 没有 没有 我有点感觉被打脸了 秦医生 能加你微信吗 我妈笑着问 怕我家老头回到家 哪里不舒服 可以及时问问你 秦旭看着我不说话 我看得出她的为难 妈 我给你手机 寄了秦医生办公室的电话 你打电话就行 我赶紧说 这样啊 我还想着你们年轻人 习惯用微信 让你加一下秦医生 你爸有什么问题就问她 既然不方便 那可以 她突然来了一句 然后从白大褂里摸出手机 掉出二维码 秦医生 你真是大好人 我妈喜出望外 催着我 快加上 我直接傻了 可是她手机都拿出来了 我不加 好像也说不过去 我只好硬着头皮加上了 她的微信头像 是一个趴着睡觉的卡通女孩 我第一反应是 这是个情侣头像吧 看来她和周莹只是暧昧 还没确定关系 心情一波三折 我心里酸酸的 闷着不说话了 奄奄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杨川 我爸突然问 我妈欲言又止 最后看向我 她 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她忙 嗯 年轻人忙事也是对的 我爸语重心长地说 我不接话了 出院单签好 就可以出院了 秦旭收回手机 波澜不惊的脸上 难得有了情绪 好 我静静地看向她 她却看都没看我一眼 转身走了 怎么突然就生气了 我爸自己下床 整理东西 她又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 说自己这身子还能干 奄奄 你放心 爸爸自己的身体 自己知道 知道就好 我放什么心 腿长在她自己身上 她要是出了院 偷偷去工作 我也不知道 思来想去 我还是去找了秦旭 在她办公室门口 转了好几圈 也不知道 待会该如何开口 找我有事 一个冷冷的声音 从头顶飘下来 是秦旭 嗯 有点 我一抬头 就看到她穿着白大褂 后面还跟着一群 实习医生 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 秦老师 三百零六的病人 你不是要给我们讲课吗 实习生脱口而出 他冰了我一眼 转身对那些学生道 你们先去看看 我一会儿过去 哦 一群实习生 一副你懂 我懂大家懂的表情 每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人 都好奇地在我身上打量 我有些不自在 还不快去 想抄病例分析 秦旭严肃地说了一句 实习生加快步伐 一溜烟跑了 难得见她这么凶 看来她今天真的心情不佳 进来吧 她开了门 自己率先进去了 好 我跟着进去 把门锁一下 啊 好 我又返回去锁门 说吧 她坐在我的对面 浑身都散发着低气压 我想请你帮个忙 她没说话 只是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严重点 说她不能工作 不能干重活之类的 我不想她工作了 但她很固执 你是医生 你说的话 她应该会听 我也不是让你说谎 我就是不想让我爸工作了 我跟她解释 你也知道我是医生 她脸上阴晴不定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你开先例 我的心沉了一下 气氛有些尴尬 我有点想走了 但是想到我爸的身体 我还是硬着头皮 继续说了下去 情绪 我顿了一下 念在我们老同学一场的份上 你能不能帮帮我 老同学 他冷着笑了一下 还有呢 还有呢 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以为他忘了 结果他还记得 而且记仇 念在 我们也算短暂地交往过 你能不能 我艰难地说出这些话 整个人像被架在火上烤 原来你还记得呀 不是都忘了 他冷笑着打断我 感觉他有些不好惹 也不愿意帮忙 我想我还是走了好了 结果 可以 他冷淡地吐出两个字 又可以了 那谢谢了 这人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他低下头 写病历 字迹潦草 看得出来 有些心烦意乱 他不理我 我也站起来就要走 你刚才叫我什么 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我一愣 转过身 情绪 他抬眼望了我一下 眼里有些情绪 八年没听过了 在电话里听过无数次 第一次被你当面叫名字 他叹了一口气 也不过如此 我站在原地不动了 因为我看到他眼睛红了 我被他的情绪刺痛了 想都没想 拉开门就想逃走 后来 我爸听从医生的建议辞职了 我妈也在我的劝说下辞职了 因为我爸需要人照顾 公司有了重大的人事变动 领导调我去隔壁市做业务 奖金会更高 加上餐补 车补 住宿补助 总的来说 工资翻倍 其实 年前领导 就想调我过去 但当时 我和杨川定下来不久 两家人筹划着婚礼 还说结了婚就要生孩子 都不同意我到处跑 女孩子要的就是安稳 到处跑业务 是男人的事 领导让我再考虑一晚上 我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具体时间安排在两周后 结果第二天 领导告诉我 工作调度提前了 明天就走 我有些措手不及 必须回去和爸妈说了 晚上 我回了爸妈家 主动要求要做菜 我学着教程做了几道菜 但都挺失败的 可乐鸡翅糊了 拉丝红薯成了一团不明雾 清蒸石斑鱼没熟 可是我爸却吃得津津有味 烟烟肠大了 会下厨了 我爸把糊了的鸡翅吃了 还一个劲说就喜欢这种有点焦的味道 是家有闺女出成长的味道 我看见他脸上的笑容 鼻子一酸 工作的事怎么都说不出口 那我以后经常给你做 我给他加了一个煤糊的鸡翅 女儿终究要嫁人的 你爸是享受不到了 我妈笑着开玩笑 那我不嫁人 陪你们一辈子不就好了 说什么胡话呢 我妈盯了我一眼 我爸显然是看出了什么端倪 缓缓放下了筷子 说吧 怎么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和杨川分手了 一个半月了 公司安排我去隔壁市工作 我安静地看着我爸 明天就走 我爸什么都没说 只是看着我 他父母也知道 婚不结了 酒店退了 婚庆退了 定金应该是拿不回了 我如实交代 他浑身散发着低气压 从你小时候开始 我们一直都是你要什么 就给你什么 选大学 选专业 最后选工作 什么都依着你 我们是不是把你惯坏了 你现在退婚这么大的事 都不跟父母商量了 我住院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就分手了 难怪他后面没来了 还瞒着我不告诉我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爸爸 他气得隐忍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吓得倒吸一口气 我妈看看我爸 又看看我 一脸无奈 气氛一时间很尴尬 很让人窒息 我看着我爸 因为生气满脸通红 估计是心脏又不舒服了 额头上都冒出了细汗 我心里很着急 爸 你别生气 你心脏不好 我能不生气 他一定对我失望极了 想想就好心酸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爸 我就一定要结婚吗 我问他 你说的什么话 我仰着头 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一定要买房 生小孩 掏光家人所有积蓄 把自己所有时间都搭进去 赌赢了 也只能算是忙碌一辈子 换得一个家庭圆满 赌输了 说不定还得离婚 孩子都不一定跟我 后半生可能都会在 悔恨憎恨中度过 我本来觉得自己工作了 能养活自己 也能赡养你们 正好你们也退休了 我们周末还能出去旅游 我也能多出时间陪着你们 可是你们非要让我结婚 我没日没夜 不敢有丝毫懈怠 加班 挣钱 看他脸色 看他妈妈脸色 我就连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要经过一家人都同意 我真的每天都在想 我努力工作 努力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是 每天我还没想明白 又得被卷入地铁 公交站 红绿灯 仓促的一天又一天 就像一只骡子 眼睛蒙上 看不见未来 只是被男人描绘的美好蓝图诱惑着 不知疲惫地转圈 所以 我不明白 我必须结婚 到底是为了获得所谓的幸福 还是只是为了赌上悠悠众口 为了不让别人说 看他这么大年纪了 还没嫁出去 一定有问题 就这样 我还是一定要结婚吗 我妈听完我说的话 惊得脸色骤变 我爸却始终盯着我 面色凝重 过了两久 他终于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 爸爸要你结婚 不是为了任何人 他叹了一口气 是爸爸妈妈 没办法陪你一辈子 说完 他拖着身子 迈着步子 慢慢往房间走了 我妈急忙上去 在抽屉找了要 给我爸拿进去 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一场晚饭 不欢而散 我留在那里 一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第二天 我早上起来上厕所 却看见我爸 穿好衣服 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爸 我听你妈说 你今天就去隔壁市工作 才六点 还睡吗 他问我 不睡了 那过来坐坐 他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我忐忑地过去 坐下 等待他训话 但是并没有 我爸跟我聊了好多小时候的事 言语间都是对我满满的爱 和满满的自豪 聊了半个小时 他脸上慢慢地有了笑容 要分手就分手吧 婚礼 酒店 亲戚那边 你不用管 我愣愣地看着我爸 我以为你会问我原因 其实 我都编好了好多种原因 尽量以最平和的方式 去说分手这件事 可是他却不问我了 爸爸昨天很生气 想了一晚上没睡着 想着我的烟烟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结果一晚上想起来的 都是你从小到大 让爸爸骄傲的时候 第一次得了小红花 第一次考了第一名 第一次上台演讲 第一次做兼职 给爸爸买了养生泡脚筒 你从来没有让爸爸失望过 可是爸爸一直没有问过你 你喜不喜欢 所以 今天爸爸一大早就坐在门口 等你醒来 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要是说不喜欢 那咱们就不结婚 我爸望着我 我嘴唇颤抖着说 不出话 说吧 爸爸没你想得那么脆弱 你不用在我面前坚强 听见我爸这样说 我一下子泪流满面 扑到他怀里就哭了 我没有不想结婚 我只是不喜欢他 只要想到以后一睁眼就看到他 我就觉得生活毫无希望 我把这一阵受得委屈 一件一件都跟我爸说了 我爸拍了拍我的背 他很沉默 面色凝重 最后他叹了一口气 是爸爸错了 是爸爸错了 浑浊 低沉的声音 在我耳边说了一遍又一遍 说着说着 他背过身去 擦了眼泪 你先吃饭 爸爸出去一下 好 我妈起来的时候 只看见我在客厅坐着吃饭 看我眼睛都肿了 他走过来 这是怎么了 又和你爸吵架了 没有 没有 你爸去哪里了 我妈匆匆忙忙换上鞋子 出门找我爸去了 上午十点的飞机 我拿着行李箱坐在机场 没有一个人送我 回想早上 我跟我爸说的羊川的那些罪行 我有些后悔 我不知道我爸做什么去了 我有些担心 飞机起飞前的半个小时 我爸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快到了 让我等他一下 我有些惊讶 转过身 就看到我爸 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安检人员拦住他 他就站在栏杆外 把手里的一个包裹 递给安检人员 麻烦你捡一下给我闺女 包裹过了安检 递到我手上 我打开是一只包 LV的 看看喜欢吗 爸爸没买过 售货员说是最近年轻女孩喜欢的款 爸 你早上出去 就是为了买这个 我不敢相信 你出去工作 背个好点的包 别让别人瞧不起 这个很贵 别人有的 我烟烟也得有 我爸扔下这句话 催着我去登机 我还想说点什么 他转过身 朝着我挥挥手 只留给我一个不是很高大的背影 我看着手里的包包 粉红色 忽然就笑了 我爸还是把我当成小公主 买粉红色 只是笑着笑着 眼前的背影就模糊了 我心疼我爸 手机都不怎么会用的他 是怎么在LV门店预约 等待 最后赶在我上飞机之前 给我买到这个包的 虽然我都27岁了 但在他心目中 我还是那个小女孩 他竭尽全力 想把我喜欢的都捧到我面前 我想起了那句话 你可以永远相信父母 他会永远 无条件站在你这一边 也许暂时他还不能理解你 但他的心从未因此动摇 来到碧市之后 我很忙 忙到忘记了杨川带给我的伤痛 忙到偶尔想起情绪这个人 也只是浅浅一笑 但是不管再忙 我都记得每天晚上 给我爸妈发微信 哪怕只是简简单单 报个平安 今天有点晚了 晚安 他们也会睡得更安稳 有一天 我爸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去找杨川父母闹了 他儿子什么货色 他还不清楚 还敢动手打你 你妈我没把他送进去 都是好的了 还敢拿你的包包退的钱 去讨好他妈 自己没本事挣钱吗 凭什么用你的钱 前妈帮你要回来了 酒店亏的订金 还有婚庆的订金 都他们出 我妈在电话里面 像吃了炸药 气得声音发抖 妈 那点钱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生气 我很震惊 我一直以为我妈是向着杨川的 结果 闹掰的时候 我妈比谁都算得轻 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她那个鬼儿子 敢欺负你 她也不是什么好人 一分钱便宜 都不能让她占 听着我妈骂骂咧咧的 是又好笑又好气 行行行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听你的 最近她那个妈 还又在给她相亲 真是不要脸 还想去祸害别人 我妈拍了拍胸脱 你妈我在相亲群里 把她的恶行介绍了个遍 我看哪个女的瞎了眼 看得上她 啊 这没必要啊 是没必要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安慰了我妈好一阵 她才松口 也是 为了那种人生气犯不着 妈回头 给你再物色一个好的 还要 对了 那天陪你爸去医院拿药 那个勤医生还 问起你呢 问什么 问你怎么没来 我说 你都去别的城市了 我妈又唠叨一阵 她人真的挺好的 对我们一家人都挺关心 哦 我心里有些情绪 其实加上情绪后 我就没跟她聊过天 聊什么呢 好像没有联系的必要 况且 我们现在还隔得这么远 更没必要联系了 听说她还单身呢 妈 我有点事先挂了 我跟我妈敷衍两句 赶紧挂了 怕了 半年后 林林说我一个人 在这边很难交到朋友 专程过来 陪我看演唱会 你和你男朋友去 我去干嘛 陈奕迅的演唱会 她不是你的最爱 是我最爱 但我也不想去当电灯泡啊 什么电灯泡 咱俩座位挨一起的 我跟她去 有什么意思啊 她根本就不喜欢这些 纯属工具人 耐不住林林的软磨硬泡 再加上最近因为工作量巨增 压力挺大 我最后还是去了 她男朋友唐阳 买了好多零食 还给我们买了荧光棒应援牌 又给我们拿包拿衣服 真的工具人 真的工具人实锤了 好久不见 唐阳坐在林林旁边 探出头 跟我打招呼 看上去有些害羞 好久不见 我笑着回应 燕燕 你要吃什么味道的 番茄味还是黄瓜味 林林指着唐阳怀里的薯片 黄瓜吧 唐阳听见 很自觉地将薯片撕开递给我 又给林林把饮料瓶盖打开 我看着这一幕 说不羡慕是假的 现在每天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周末在家刷剧 没有一个说话的人 孤独都被放大了 钱是真的翻倍了 孤独也是真的翻倍了 演唱会快要开始了 唐阳说 还有一个朋友要来 我和林林都有些惊讶 我朋友公司拿的门票 她说了要来的 唐阳解释 哦 哪个朋友 林林好奇地问 结果没等到回答 舞台灯光一下子都开了 全场一下子沸腾起来 林林拉着我激动地站起来 一遍又一遍喊着 伊丝的名字 整场演唱会都嗨到不行 我和林林玩得都快精疲力尽 却还是跟着人群尖叫 嘶吼 活脱脱两个疯子 相比而言 唐阳阳正经微坐地抱着灵石 看着我俩 一副地铁老人看手机的模样 你轻点 嗓子哑了 她浮了浮眼睛 略带担忧地看着林林 不可能 林林对着她 就是一嗓子 到了后半场 她唱了遥远的她 整个场子突然安静下来 我的脑海里毫无预兆地就想起了情绪 因为她的微信签名就是 遥远的她 又想起她的情侣头像 我心里不免伤感 她和周医生走到一起了吗 曾经的白衣男孩长大了 在没有青春的莽撞 没有青春的赤裂 也没有青春的非你不可 她有了新的喜欢的人 用了情侣头像 最终和喜欢的女孩子 有了新的故事 她也会深爱着她 也会结婚生子 只是那个人不是我而已 我想起了高中那会儿 我和她关系一直还算不错 因为她老是输给我 给我买旺仔 我后来发现 她总是不吃早饭 怀疑她是没钱了 于是我早上去食堂 吃稀饭包子 都会去小卖部 给她带一份面包 放在她桌上 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给的面包质问我 这个面包挺好吃的 我特别喜欢吃 我就知道 她又饿又死要面子 所以说得比较委婉 然后呢 你喜欢我就要喜欢 她一脸傲气地看着我 我瞟了她一眼 在心底叹了一口气 看吧 明明都没钱了 还这么嘴硬 没办法 谁让我的圣母心泛滥 你试试看 我撕开面包 撕了一小点 笑着递到她嘴边 她垂下眼看了一眼嘴边的面包 又看看我 没好气地张了张嘴 我顺势给她塞进去 她勉强嚼了两下 脸上有些不自然 缓缓吐出两字 还行 我心里想 都没钱吃饭了 能不好吃吗 于是我又撕了一点喂她 她又吃了 我把面包给她 示意她自己吃 她却不伸手来接 自己拿着呀 我小声催她 她冰着我 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手痛 啊 大篮球 伤到了 她说得那么自然 完全不像撒谎 哦 我能怎么办 只好硬着头皮 一点一点喂给她 旭哥 你们这大清早秀恩爱啊 羡慕 你也去打篮球 把手弄断了 族长 我也受伤了 我也好饿 要吃饭饭 周围一群平时早自习 睡得跟猪一样的男生 瞬间闹腾起来 我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都给我闭嘴 秦旭拿着书就去砸人 他们倒是闭嘴了 但我的心跳 却已经怎么都平静不下去了 我把面包放她桌上 赶紧转过身 不敢说话了 高中的流言飞语 传得很快 从此之后 他们老是跟我开玩笑 你们家叙叙篮球比赛赢了 你不去看 你们家叙叙又去跟人打架了 一挑四 帅得一笔 你们家叙叙被隔壁班的小姑娘 拦着送情书 组长你威仪 我每一次听到都羞到脸红 更不敢理情绪了 上课的时候 她用手指戳我的背 我也不回头了 不和我打赌了 小组长 她拖着调子问我 不 不给我买面包了 不 你怎么了 她一下子严肃起来 你别找我讲话 他们在看 青春懵懂的岁月 面对大家开的玩笑 我既懊恼 又隐隐约约 有一丝喜悦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了 我开始不跟秦旭说话了 可是我又盼望着跟他说话 纠结苦闷了大半个月 我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 其中成绩下滑 班主任找到了我 陈燕 我听说你和班上那个情绪在早恋 没有 我吓得不轻 最好没有 你是好学生 怎么能跟他混在一起呢 他爸爸开公司的 他就是不学习 家里的钱 也三辈子都吃不完 而你呢 你家有他家有钱吗 而且女孩子要懂得分寸 天天在教室轻轻我我 那叫不知廉耻 我被班主任训了一顿 走出办公室时 我咬着牙眉哭 回到座位上 他又用手来扯我的头发 我突然就绷不住了 班主任为什么要那样骂我 我也怪自己 怎么这次就没考好呢 还有他 我都这样了 他怎么还要欺负我 越想越委屈 我干脆趴在桌子上 狠狠哭了一节数学课 怎么哭了 是因为我不写作业 我做还不行 试卷 我也写还不行吗 到底谁欺负了你 你说话呀 他烦了我一节课 我都没跟他说过话 下了课 我就去找老师换了座位 陈嫣 非要走吗 他心情很不好 拉着我的桌子 不让我搬 我以后不烦你了 行不行 我也不找你说话了 保证不打扰你 学习好不好 他声音放得很低 苦苦哀求我 我心里 却没有一丝心软 我怎么可能心软呢 在班主任 说我不知廉耻时 我就已经崩溃了 最后 我还是固执地 换了座位 你不是要换座位吗 他脾气很暴躁 拎起我的桌子 直接抱走 砰的一声 放在新位置 我帮你 他扔下桌子 又去给我拿板凳 也是直接一扔 我的书本文具 都洒落了一地 他直接仰着头 转身走了 走的时候 还不忘踢了 教室门一脚 吓得全班 都不敢说话 后来 有同学跑过来 帮我捡地上的书 我哭得很惨 大家都以为 我是被秦旭欺负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和秦旭彻底闹掰了 那天他直接逃课了 听他室友说 他在寝室发了一天的风 什么东西都砸了 我听了 心里特别不好受 但是我表面依然很镇静 只顾自己做题 年轻的时候 我总以为坚持做题 下次就可以考好 只要考好了 班主任就不会再那样说我 后来他被家长接回去了 过了一阵 他又回了学校 来了之后就是天天睡觉 班上没人再开我和他的玩笑了 为了避开他 我从来都只从前门进 因为他坐在最后的面低位置 也只有 老师抽他周围的同学回答问题 我才敢名正言顺地偷看他一眼 每次都能看见他盯着我 眼里充满我不懂的恨意 我也就再也不敢看了 他退学之前 我去发试卷 他本来睡着了 但路过他时 他突然在试卷下面 拉住了我的手 我下得赶紧收回手 他却抓着怎么都不放 他抬起头问我 怎么差学生 不配和你说话呀 怕被别人看到 我又急又气 是 他愣愣地看了我几秒 眼里突然没有光了 他松开我的手 直接摔门出了教室 后来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再后来 他的座位空了 东西都搬走了 我才知道他退学了 他退学了 得到消息的那节物理课 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我想了很多事情 最后 草稿纸上 都是他的名字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撕下草稿纸 揉成一团 扔进了垃圾桶 燕燕 你怎么哭了 林林的声音响起 我一下子被拉回现实 我心里一瞬间 有万千种情绪 却说不清到不明 大概是因为 回忆太青涩而美好 又或许是结局 无疾而终 最后归结尾 他唱得太感人了 我笑着指了指台上的 陈奕迅 我怕说出来 他会笑我 我也觉得 这门票太直了 林林说完 抱着我也开始哭 旁边的唐阳 一脸不知所措地 给我们递纸巾 演唱会结束 我们走出了会馆 才想起他朋友这事 他说 他的票在后面 没跟我们一排 来得很晚 就没过来打招呼 后来有急事 又提前走了 哦 后来我们三个又去了大排档 胡吃海吃一顿后 早把他那个朋友的插曲 忘得干干净净 唐阳 你单位有单身的帅哥吗 身高一米八以上的 要有腹肌 长得不能太差了 给我们奄奄介绍一个 林林喝了点酒 就开始给我点鸳鸯谱 那只有我了 唐阳一本正经 但我已经有你了 唐阳 我让你介绍 不是让你 给我姐妹一刀的 咱们回家再恩爱 林林有些无语 我更无语 我做错了什么 要在这里吃狗粮 他思考了一下 严肃到我身边还真有一个 不过不是我们单位的 一百八十八厘米 你看行不行 算了算了 我连连摆手 才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爱 我现在心如死灰 你送林林回去啊 我先回去了 我吃好了 就准备溜至大吉 我打了一辆车 回去的路上 我头靠着车窗 脑袋空空的 一晚上都没看手机 我拿出来一条一条的处理消息 处理到最后 又看到了那个 趴着睡觉的卡通女生头像 也许是夜深人静 特别容易让人心灵脆弱 我突然很想 点开那个对话框 告诉他 高中那会儿 我不是真的讨厌他 我也不是真的觉得 差生不配合好学生说话 我只是在太过于懵懂的年纪 面对未知的情感懵懂 太害怕了 所以失了方寸 大学跟他谈恋爱那会儿 提起高中那段 我都是一笔带过 不敢告诉他 那句话是我错了 也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是过了那么多年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我突然好想告诉他 我不需要复合 真希望可以解除误会 就算以后我们不做朋友 做了无牵挂的陌生人也行 我鼓起勇气 斟酌着写了好长一段话 山山改改 最后终于确定了 死机来了一个急刹车 我身子突然朝前面倒去 手一滑 刚刚打好的的一段字 瞬间没了 我看着空白的输入框 又好气又好笑 自己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最后的版本了 干脆放弃 罢了 他有喜欢的人了 当年的那些误会 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都过去了 我们都长大了 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节 早就变得不痛不痒了 正当我要关上屏幕 那个对话框 却猛地跳动了一下 有什么事 是情绪 我有些惊讶 思来想去 有可能是我刚才 山山山改改太久 被那边看到我正在输入了 简直就是失策 没事 没事输入那么久 说吧 果然他看到了 如果我说按错了 你信吗 陈嫣 八年前就用过的烂借口 还要用到现在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怎么知道 我承认 大一的时候 我是故意的 因为他本来不在高中班级群 某一天不知道谁把他拉进来了 从来不关注班级群的我 开始天天盯着班级群消息 盯了一月 他硬是没说过一句话 我怀疑他的号早就没用了 所以才发了那个在吗 去试探 反正连退路也给自己想好了 我可以说自己发错了 可是后来的半个月 我每天看 他都没回我 我开始越来越怀疑人生 最后觉得没面子急了 直接卸载了 QQ 此刻 我看着对话框不说话了 心事被拆穿 真的很窘迫 我不知道 该发点什么 扳回一局 我最终狠地发了一句 不是本人 结果他回了一串 在哪 他直接了当地问我 出租车上 我放弃了挣扎 还有多久到家 他又问 十分钟吧 问这个干什么 他没再回我 我以为他去忙了 毕竟医生 也不是随时能回信息的 所以没在意 等我下了出租车 往小区走 路过公交站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 站牌的影子挡住了他的脸 看不清 他以着公交站牌站着 低头玩手机 这个点了 是在等女朋友吧 我没多想 低着头从那里路过 衣袖却突然被拉住 我回过头 情绪 那一刻 我震惊到无法言说 怎么这么晚 他先开口 去看了演唱会 我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补充一句 陈奕迅的 哦 好听吗 他开始和我并肩走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自然到我如果停下 都会变得尴尬 好听 我如实说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你又怎么知道 我住这儿 我问了林林 他并没有很尴尬 伸手指了指 我姑妈家在旁边小区 我看了看 旁边的确是 这一带的妇人小区 只是这也太巧了 啊 所以你是路过 我看了看 更惊讶了 要不然 你以为我在这里干什么 以为我等你 我能说是吗 我狠狠摁下 自己内心的小火苗 那倒没有 我兴兴地说 那你还不回去 吃太多 散散步 他一脸淡定 哦 原来如此 你一个人住 他指了指我的小区 我如实回答 公司租的 哦 我们都不再说话 他把我送到楼下 站着不动了 我有些尴尬 难道他想上去喝杯茶 要上去喝杯水吗 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 突然就笑了 半夜邀请一个男士 去你家喝水 我家没茶 我平时就喝白水 我尴尬地解释 你是不是傻 他伸手拉了一下我的头发 可能觉得过分暧昧 又收回了手 上去吧 他抬头看了一眼 我的楼层 悠悠地来了一句 下次去 哦 我挥手跟他说再见 他站在原地看着我 也不说话 就那么看着我 回到家 我躺在床上 玩手机 突然看见朋友圈 他的头像 出现一个小红点 好奇地点进去 他竟然真的 发了一条朋友圈 歌好听 他很美 配图陈奕迅的 演唱会灯光图 我惊得从床上坐起来 他也去了演唱会 想想心里 就有些激动 可是没到几秒 仔细一想 我都没问他来这边干嘛 难道是专门陪周医生 去看了同一场演唱会 而且刚才他站在公交站 也是给他发信息吧 是刚送完他回来 怪不得我刚从请他上楼喝水 他拒绝了 越想越窒息 我点了一个赞 关了手机蒙头大睡 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看到了他给我发的微信 只给点赞 不发微信 我心里一惊 那恭喜你 心里就是很无语 他真是过分 还要让我这个前女友 亲口祝福 恭喜我什么 看着他的消息 我更生气了 却又不想丢了面子 恭喜你抱得美人归 祝你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可以了吧 他很久没再发消息过来 我估计是在嘲笑我 他的目的达到了 气死我了 那我替他 谢谢你 不用谢 一大清早 我的心情就毁了 后来我和他没再聊了 晚上下班 外面下了瓢泼大雨 我没拿伞 犹豫要不要直接下车冒雨跑回家 却又看见了情绪 我一度以为自己眼花了 毕竟他怎么可能再次出现在我小区门口 要伞吗 他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说话间已经为我撑在头顶上 谢谢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还没回也是 不要跟我说你又来找你姑妈 这次不找姑妈了 他笑了笑 把伞尽量往我这边 小声说了一句 找我姑奶奶 他一路把我送到电梯口 外面雨好大 我的心跳得好快 我都送你了 你不送我回去 他看着我 笑得意味不明 我怎么送 我没有伞 那明天再送 他怎么那么幼稚 我上了楼 给他发微信 我到了 今天谢谢你 我知道 你住十楼 你怎么知道 那层楼灯亮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我赶紧跑到窗户边 就看见他还撑着伞 站在雨里 抬头目光正好与我相遇 他扬了扬手机 示意我接电话 然后他的电话就来了 你怎么还没走 我问他 等一会儿抽根烟 哦 我心情有些低落 又抽烟 不喜欢我抽烟 我没说话了 陈烟 你凭什么管我 他语气里带了点痞子的味道 问得我一愣一愣的 这件事好像确实与我无关 我真想问他 这样等我 送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怕问出口 得到失望的答案会很尴尬 于是干脆不问 我没想管你 走了 他有些情绪 灭了烟 撑着伞走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 刷朋友圈 他又发了朋友圈 等他 配图是一张下雨的夜晚照片 背景虚化 我还是看出来 那是我门口的那个公交站 而发表时间是19点30分 可我晚上遇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9点了 他等了一个半小时 想到这 我的心开始狂跳 刚想跟林林说这个震惊的消息 转念一想 他等得又没说是我 万一是别人 我也太自作多情了 犹豫忐忑了许久 最后心情归于平静 才跟林林打了电话 我实在太迷茫了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来了一句 他什么时候 发的朋友圈 我怎么没看见 昨天 今天都发了呀 没有 我看不到 他顿了一下 他是发的 仅你可见吧 啊 要我说 他就是想追你 你看你也单身 他也是 他又对你念念不忘 你干脆从了他 他哪里单身 我跟你说过呀 那个周医生 他很明显不喜欢他呀 喜欢他会当着他的面对你好 男人都是互短的 喜欢谁那偏心都偏到太平洋了 就你傻 听了林林说的 我更睡不着了 情绪想追我 我心里很忐忑 有很多现实因素 门不当户不对 他不在这边工作 以后又是异地恋 更重要的是 我根本不确定 他对我是什么意思 也许有一丁点 以前的留恋 也许只是暧昧 不负责任地 让别人心动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爱 我再也不敢轻易开始 就这样纠结了一晚 第三天 他又来了 还是在老地方等着我 今天又是看谁 看谁你不知道 他反问我 我直接不说话了 我们俩并肩往小区走 比起我的紧张 他倒是大方自然 一路上都在跟我聊一些 他在国外求学发生的趣事 我就安静地听 有时也追问几句 他像个认识很久的朋友 把每一个细节都讲给我听 有机会 真想带你去国外生活的地方看看 他垂下眼来看我 带我去干什么 我避开他的眼神 那些心底的蠢蠢欲动 折磨得我很不安 没什么 就当时我每去一个地方 都想象着 如果你在就好了 你看见那么蓝的海水 肯定会拍照 看见那些飞的海鸟 肯定会给它们投食 看见那些野生动物 肯定会被吓得尖叫 你如果在就好了 我定在那里不动了 怕他下一句直接说出来 我竟然惶恐不安到直接想躲 而且我也真那么做了 到了 我指了指电梯 再见都没说 转身就要逃 手却被他捉住了 一阵电流 瞬间从我指尖 一散到全身 你放手 我压低声音喊他 他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只是拉着我 等我再要挣扎 他轻轻一戴 我就跌进他怀里 我条件反射想推开他 他却轻轻笑了一下 手真软 你 我有些急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他仍旧拉着我不放 就牵一会儿 我们 这算什么 算你赢了 他一脸无奈 眼里尽是宠溺 我的心跳 快得就要冲出胸腔了 你 介绍一下 秦旭 今年27岁 医生 有过一次恋爱经历 现在单身 喜欢篮球 喜欢动漫 不喜欢甜食 记住了 他笑着看我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重新认识一下 他拉着我就往电梯走 按了楼层也不出去 就这么一直拉着我 他还想去我家 他对我做点什么 我要疯了 一路上都想着怎么拒绝 怎么让自己全身而退 他把我送到门口 低下头来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以为他要亲我 结果他又站直了身子 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叹了一口气 今天抽了烟 我心跳得更快了 直到他走了 我的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打电话告诉林林 他比我还激动 他一定是想亲你 天哪 他怎么那么聊 可是他都没说喜欢我 这样做野太 我也没说喜欢他 我跟他吐槽 脸却红了 纠结了一晚上 我决定明天见到他时 一定问清楚 这样不清不楚的暧昧 已经让我好几天失眠了 结果 第二天 他没来 我站在公交站下 等了半小时 他没来 也没给我发信息 我觉得我被耍了 心情无比沮丧 回到家里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洗漱完 他的微信却来了 今晚有台手术 耽误了一点时间 原来是这样 本来前一秒 还想着这种渣男 再来联系我 我也坚决 不再理会了 但此刻 我立马回了一个 真是一秒打脸 再等我 他微信又来了 怎么会 我立马反驳 我追剧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等你 而且你是我的谁呀 我要等你 情绪 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 一点距离吧 走太近 容易误会 对谁都不好 我头脑发热 一连发了好几条微信 要跟他划清界限 结果他电话 直接打过来了 犹豫几秒 我还是接了 干什么 我不客气地问他 他却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在电话那头笑了 开门 开门 放心 我看一眼就走 他顿了一下 做了一天手术 站了一天 我就算想对你 做点什么 也不可能了 他这人 我就没往那个方面 想好不好 我开了门 他一进来 就往我家沙发一躺 一脸疲惫 你最近在这边上班 我好奇地问 就是过来学习两个月 他顿了好一会儿 如果有人想要我留下 我也不是不可以一直在这边工作 哦 我去给他泡了一杯茶 作为主人 我想这点礼节还是该有的 他微微撑起身子 喝着我泡的茶 又跟我聊了好多好多以前的事 我也渐渐放松下来 开始和他说一些高中的事 高中换座位的那会儿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问他 觉得你背叛了我 他轻飘飘看我一眼 换个座位就是背叛 也太严重了 换个座位 你又和别的人好了 那不是背叛 我 我高中什么时候跟你好了 我反问他 喝着我的旺仔 天天冲着我笑 还给我买早饭 你不是在吊我吗 我额头闪过三根黑线 我当时根本没那样想 就是为了收个作业 我容易吗 收作业 不是喜欢我 当然不是 他脸色瞬间不好了 我突然意识到 他可能从那个时候 就喜欢我了 而且还误会我喜欢他 气氛变得很尴尬 我先走了 他站起来 哦 这就走了 累了 他回过头来 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拉开门出去了 毛病 他还真是阴晴不定 接下来的几天 他倒是几乎天天忙 晚上没来送我了 我更没有时间理他了 因为我和林林去自驾游了 行程是很早之前就安排好的 我们开车去了甘孜 一路开往西北 去了康定 新都桥 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山里信号差 每天几乎只有到了晚上的酒店里 才能收到外界的消息 你和秦旭怎么样了 林林问我 没怎么样 感觉挺暧昧 但是不知道怎么说 那你喜欢他吗 我沉默了 我喜欢他吗 我想我还是喜欢的 就连和他分手那几年 我偶尔还会梦见他 为什么对他念念不忘 我也想不通 也许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 也许是那段青春过于青涩而美好 而他刚好是那段时光里出现的那个少年 因为有了他 我的青春才算完整 现在的生活 一切都是那样的按部就班 那段青春时光总是能在我难过 烦闷压抑的时候治愈我 所以怎么可能忘掉呢 喜欢不能当饭吃 我苦涩地笑了笑 现在的喜欢 离开了物质 如同纸上谈兵 成年的我们不做 没有把握的事了 哎 你就皱吧 甜甜的爱情不好吗 就隔着这一层纸 真想给你们捅破 林林向来受不了我这样 他就是什么都直来直往 大胆地让我羡慕 晚上回去翻手机 看到秦旭发的微信 还是会心里泛起波澜 他问我怎么没在家 我告诉他我出来旅游了 他就让我多拍拍照片 我也大方地给他分享了风景照片 他总是说好看 除了好看 也没有别的词了 他没有说过想我 也没过多地关心 我们今天又去玩了什么 只是像是例行问候 随便聊两句就睡了 晚上躺在床上 我有些失落 他大概也没多在意我 要不然 怎么会表现得这么冷淡 回来的时候 说一声 我请你们吃饭 他就这么轻飘飘地来一句 返程回去的那一天 我想着回去就要见到他了 就连油门都轰得狠了一些 我突然意识到 我好像还是喜欢他 结果天宫不作美 车子开到半路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堵车堵得厉害 原本六点能到 硬是晚上七点了 还堵在路上 我真的快哭了 开累了 我来 林林见我情绪不佳 以为我被赌烦了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太着急 想见他罢了 后面换了林林开车 车子突然就抛锚了 这下完蛋了 等了一个小时救援 旁边的车都走完了 救援还没来 更危险的是 气象部门发出提示 这样的暴雨很可能导致山体滑坡 救援那边说车子今晚都过不来了 让我们先自己找个地方住一晚 挂了电话 我和林林就傻眼了 这荒郊野外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到哪里去住 况且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我们怎么走 没办法了 我提议把车推到前面隧洞 至少我们还能在车子里 待着将就一晚 奈何我们俩力气太小 弄了老半天 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车弄进去 两个人都已经完全泪瘫了 烟烟 我这辈子都不想自驾游了 一直坚强的林林 都忍不住抱着我哭了 没事 没事 明天就好了 先睡一觉 我守着 我抱着他安慰 好 我困死了 睡一会儿换你 他秒睡了 他睡了 我却害怕了 因为隧道里面出了电路故障 我们只好用车灯照明 漆黑的隧道只有一点光 别提有多恐怖了 不只是他 我都快崩溃了 也许是太害怕了 我给秦旭发了微信 我好害怕 之前他等我们吃饭 没等到 我就告诉了他 我们的遭遇 他很想帮忙 但也无计可施 中途还被叫去医院了 发这条微信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有没有时间回 结果他的电话一秒过来了 待在车里 开点窗 先别睡 手机别晚了 省电 发个定位给我 坚持一会儿 他简单地给我交代了一下 然后我就听见了 车子发动的声音 他才从医院回家 我也没多想 只是按照他的指示去做 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了了 坐在车里都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过久 又被一阵汽车声音惊醒 我拿手机看了一眼 都十二点了 我恨不得我没醒来 因为醒来真的太吓人了 身后来了一辆车 还是在午夜十二点来的 这让我怎么想 怎么觉得恐怖 可能是鬼 也可能是坏人 一瞬间 我脑子里闪过千万种假设 每一种都足够让我死一次 我缩在车里 伸手去摇淋淋 淋淋 醒醒 我害怕 他却睡得无比之香 完全醒不来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根本不敢回头 我随手拽了一个包 想着待会儿砸过去 结果下一秒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还没睡 情绪 我一回头就看到了他 他站在车灯前 逆着光 缓缓地朝我走来 那一刻内心的恐惧 纠结 全都烟消云散 只剩下喜悦 感觉就是 他来了 我得救了 我那糟糕的感情史 我那平庸乏味的生活 我那对爱情失去的信心 统统得救了 真听话 他走近 笑着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让你不睡你就不睡 我张了张口 准备说点什么 结果眼泪先掉下来了 他慌了 拉开车门 抱着我 抱歉 我来晚了 后来 秦旭开着他的车 带我和林林 去了附近的旅馆 说是附近 其实也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条件不怎么好 这样小地方 只有这种宾馆 秦旭把房卡递给我们 开了两间房 林林拿着卡回了房间 简单洗漱了一下 到头就睡了 秦旭却给我发了微信 有充电线吗 手机没电了 有 我拿着充电线 敲了他的门 其实 我还想顺便谢谢他 结果 门一开 我被直接拉了进去 门又关上了 里面没开灯 我刚想问点什么 嘴却被堵住了 感受到温润的触感 我的脑子瞬间空白了 他把我抵在门上 捧着我的脸 肆无忌惮地索取 世界开始旋转了 不一会儿 他放开了我 现在还害怕吗 他笑着问我 嗓音沙哑 不 不怕了 我的心剧烈地撞击着胸腔 我快要疯了 那就好 秦旭 我待在那里 久久回不过神 他抱着我 拉着我的手 你刚才什么意思 其你当然是喜欢你 还能什么意思 你说说 他反问我 我的脸刷得一下红了 幸好没开灯 要不然丢脸死了 不知道 我修得不行 事实上 这是我和他第一次接吻 不知道 他冷哼一声 那再试试 说完 他又亲下头来 快速稳住了我 我的心跳又开始加快 我感觉我快要得心脏病了 伸手轻轻推着他 他却纹丝不动 最后他放开我 也不拉开距离 就那么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呢 我再问一次 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我现在脑子都不清醒了 我还能说不 可是想到一些现实问题 我还是好纠结 我缓了一会 认真地跟他谈 你觉得我们俩真的适合吗 哪方面 他捏了捏我的手 我 你们家很有钱 但我们家 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门不当户不对 我都二十七岁了 又不是十八岁的小女生了 总之 我压力很大 他沉默着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才说 我爸的钱是他的钱 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 但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其实 我见我爸的次数趋值可数 从我懂事起 我的生活里就只有我妈了 他叹了一口气 拉着我 情绪有些低落 我每次想他 我每次想他都只能拿出财经报纸看 我愣住了 你爸妈离婚了 他也愣了一秒 最后艰难说出口 算事 什么叫算事 他竟然是单亲长大的孩子 难怪高中那么叛逆 后来他拉着我在沙发上聊天 我听他讲 父爱在他人生中的缺失 突然觉得他过得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 听完后 我心里只有对他的心疼 你好可怜 我简直心疼死他了 我家虽然普通 但是我一直都是在爸爸妈妈的爱里长大的孩子 想想他连爸爸都见不上 他小时候肯定经常被欺负 我好心疼 我主动亲了他一口 以示安慰 他愣了片刻 我也觉得我还挺可怜的 好了 没事 以后我带你回我家 我爸爸妈妈都是特别好的人 我让他们对你好 我拉着他的手安慰了他一晚上 最后熬不住 就在沙发睡着了 后来林林也知道我和秦旭在一起了 她说 论撮和情侣 还得是自驾游 最好是狂风暴雨的那种 你俩凑成一对了 我觉得我在路上受的苦都值得了 我挺不好意思的 但又觉得他说得对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又提到了杨川 又去找了个女朋友 家里也没什么钱 听说去买了金融成的房子 借了好多亲戚首付 结果最近那个地产商的资金链断了 房子停工了 银行贷款还得还 两口子天天吵架 他妈妈还真有脸 跑来找我借钱 我会借吗 我又不是冤大头 我听着我妈说这些事 心里除了唏嘘 又觉得这样的生活 好像离我有些遥远了 她还是挺惨的 我感叹一句 幸好你当时没嫁过去 妈妈想想都后怕 听说她那方面有点问题 这辈子要孩子都很难 啊 我想到了上次婚检 问她结果 她总是说没出来 看来 只是后来我让我妈 别去关心那些事了 已经是别人的故事了 与我无关 秦绪把工作彻底调到了毕市 我和她终于结束了异地恋 国庆她带我回了她父母家 那是一栋海边别墅 我准备了两份过年礼品 行程怎么安排的 今天去的是你妈妈家 还是你爸爸家 随便 她有些含糊 随便 什么叫随便 眼看别墅都到了 我也来不及问那么多了 整理好衣服 跟着她进去了 想着 到时候看到谁就是谁了 出来迎接的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 一看就是她妈妈 因为跟她长得特别像 阿姨好 我甜甜地喊了一声 咽咽吧 快过来 她热情地拉着我就往楼上走 阿姨一个月前就知道你要来 去给你买了好多衣服 你快来看看喜不喜欢 啊 我有些不知所措 想向秦绪求助 她却朝我点了点头 她妈妈带我到二楼 拉着我是衣服 不停地夸我 咽咽长得真漂亮 我就知道秦绪那小子最有眼光了 跟她爸一个样 就喜欢漂亮的 啊 谢谢 我被夸得脸红 她又拉着我 讲了好多秦绪小时候的糗事 高中那会儿 信誓旦旦跑回来 说她有女朋友 让她爸家零花钱 结果没多久就丧气地回来说 被甩了 被女孩子玩弄了感情 哭了好几天 啊 她这样说的 我尴尬到不行 那个女孩子难道 就是你 她妈妈惊讶地看着我 我没说话 她却笑得前腐后痒 不行了 太好笑 我要下楼去告诉她爸 叔叔也来了 什么叫她也来了 她妈妈好奇地看着我 秦绪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我有些尴尬 又不清楚怎么回事 她说你和叔叔离婚了 我小声地说 她听了很惊讶 然后笑得更大声了 她一问我 我就把秦绪说的 跟她说了一遍 于是半小时候 餐桌上 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盯着秦绪 听说我离婚了 我尴尬到极致 情绪却一脸无所谓 是离了呀 那是你幼儿园的时候 你小学就复婚了 她爸气得脸色铁青 那也是离婚了 我又没说错 是 你没错 她爸想发火 碍于我在 又忍下来 后来我和她妈妈 去了厨房 外面传来声音 臭小子 你追女朋友 就追女朋友 把你爹拿出来卖惨 行吧 追到就行 你追我妈 不也是求着我外婆 说你无父无母来着 你 而且我只是陈述事实 她又没问我 你们什么时候离的 还有 离婚是你的污点 以后别提了 罢了 罢了 我听得心里一惊 她妈妈却安慰地 拍了拍我肩膀 笑着说 没事 一物降一物 她管得住她爸爸 你管得住她 我羞得不好意思说话 晚上她妈妈给我 安排在客房 半夜她却跑来了 你干什么 我今天被我爸爸训了 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你不安慰我一下 要怎么安慰 我待在原地 像这样 她低头就稳住了我 稳了好一阵 我脑子发晕 她还觉得没够 没等我反应 她直接将我打横抱起 借着月光走向了卧室 我觉得她一定是把我蛊惑了 要不然 我怎么就推不开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 纵使狼在温柔 她也是野兽 她却乐此不疲 浅笑着哄我 我的小公主长大了 一切结束 她拉着我不放 燕燕 我好喜欢你 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 抱着你 都觉得好想你 好想你 我内心 谢谢 淡 滚吧 我累死了 贪了 妈了 是谁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对她 怪我当年太年轻 吃了才知道 不够 我很没安全感 我们之间相差这么多 你怎么保证 你这次不是娃娃而已 要怎么保证 她笑着问我 要不然 把我的命给公主殿下 要不是亲耳听见 真不敢相信 医院里严肃正经的 秦医生是这样的人 后来我睡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又回到了高中那年 我一转过头 就看到她朝着我笑 叫作业了吗 我凶狠狠地望着她 写完了 她把作业本递给我 我拿过来 发现作业上放了一张纸条 永远沉浮于我的小公主 isso 那怎么会知道 我认识 那叫让她